当时真的不知道高考的文科是哪三科,理科是哪三科,我是当天去百度查 家里经济不好,然后我妈 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死鱼 高考快到了嘛,所以今天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考之路 那真是一条相当坎坷的不归路啊 如果你是今年2018年的艺术考生 我在这里真的是真心祝福你,希望你能够考过 我也特别愣理解你,你特别的不容易 因为我知道你要从租房找老师上课 还要花很多时间去等老师上课,对不对 如果家长不跟着的话,这些医师主行你们都要自己解决 我觉得你们特别的不容易 下面就来回忆一下我自己吧 我给你们讲讲我的一考生的故事 说到我的高考经历啊,真是像我在视频里刚开始说的相当坎坷 这要从我初中开始说起 我从我初中毕业完成了国家的九年之义务教育之后呢 我就没有去上高中 为什么呢?第一是因为我文化课成真不好 我真的是一个不适合考试的人 我是那种你告诉我一加一等二 我考试我这等二我都给你写成三的那种人 第二呢,我是真的非常喜欢音乐 我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哪根筋抽了 我真的觉得我对音乐作曲这话非常感兴趣 真的是到那种痴迷沉迷的阶段了 所以任何的东西都不能打断我去考这个学校 然后跟那个老师学的那些动力你知道吗 那你就要问了我在这三年时间都干啥呢 真的是一分一秒都没有浪费 我用这三年时间去找我当时的大学中业院学院的老师 去上了三年的小课 因为你懂的,作为一个工薪阶层的家庭 供一个孩子三年连续上小课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因为我们作曲是比较麻烦 因为它考的比较多 考的就是各方面都考一点 当然都不是特别特别特别深 因为它钢琴也得会 然后音准也得会 身上链也得会 阅力也得会 然后配戏也得会 编曲也得会 作曲也得会 电脑也得会 什么都得会一点 所以我们就是入学考试的时候有十一门课 所以我至少要找十一门老师 当时考了之后等了两个礼拜成绩就下来了吧 成绩还是很好的 因为我毕竟用了那么长的时间去准备 但是我一想 卧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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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三个月就要高考了 我都不知道 我当时真的不知道 高考的文科是哪三科 理科是哪三科 我是当天去百度查文科是哪三科 我说完了 怎么办 饿补吧 真的是当时我那三个月饿补 吃了苦 我真的这辈子 我到了80岁 我所有记忆都没了 我高考的那一段时间 我真的是记忆犹新 永远都忘不了 当时一考考下来了之后 我文化会真的压力超大 因为你的时间付出了 然后金钱也付出了 家里人也那么多帮你 你要是考不过 就我真的是要死的心都有了 因为我当时住的地方 离我当时学习文化课的地方非常远 每天就是要坐两个半小时到三个小时的车才能到 所以我基本上来回一天六小时都耽误在路上 那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我每天五点要起床 然后五点半从家出来 然后到学校大概是七点半八点我忘了 开始学习 学习学到了七八点 七八点然后回家 到家已经九点半快十点了 然后那个时候要请家教 请家教一直请到大概一晚上十二点半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请的家教都是一些大学生嘛 所以他们也不会觉得十二点半很晚什么的 如果要请一些老的教师肯定当然是请不着了 然后他们走了之后我就开始学习 学到复习嘛 然后学到三点钟 睡觉睡两个小时 我在那三个月的时候 几乎每天都要吸一个那种枕头大的氧气 我妈那时候天天给我包桂圆 然后去那个医院给我去取那个氧气 我虽然觉得没有多大用嘛 但是当时家里真的是感觉真的是一家人的希望 就是寄托在你身上的那种感觉 但是我也当时也不知道有什么希望 可寄托在我身上 反正呢我也不想太说 就是当时自己吃了多少苦 因为每个考试的人大家都吃了很多的苦 你知道吗 我当时就是告诉我自己 在这三个月里我千万千万不能生病 因为我只要我觉得我当时的身体状况 我真的是一生病 绝对就是肯定是大病 当时文华哥真的是差道 我跟你们说 我第一次模拟考试的时候 我这四颗加起来语文数据英语 然后文综加起来180分 那也得撑着撑着撑着 我知道可能两个月提高 不是200分 肯定不可能 但是我得试试 好六月份考完了 考完了第二天就开始生病 生了一个礼拜的病 就是感冒发生感冒 就是当时体质比较弱 然后也不保护天 就是坐着 好 分下来了 差三分 真的是差三分 分下来之后呢 的感觉就是 我才知世界末日到了的感觉 因为自己努力 就是努的劲儿使过了 你知道吗 所以当时的失望就异常的大 三年的时间 再加上那三个月 我这辈子都不会忘 我好几个我中央音乐学院的老师 就给我打电话嘛 就说你要不然再试试 因为你确实写曲子呀 或者是各方面技术方面 还有这个音乐方面呢 我们都挺看好的 但是还是得看家里的经济状况 因为毕竟再耗一年 也得再找一遍老师 然后就特别的繁琐 反正就得重新再来一遍 好 那怎么办呢 当时我的家人 就给了我特别大的鼓励 最近生理期 其实心情比较脆弱 我去 哎呀 因为为什么我就特别 就是现在有感触 因为我显得那个时候 家里经济不好 然后 我妈 后来我就觉得 行 那我就在市里面 但是如果再不过 就算了 因为我觉得 为什么我就是 去接受一个教育 一个好的教育 一个平等的教育 都说教育人平等 我并没有觉得它平等啊 因为我当时身边 有很多以前 我中学的同学 他们高中毕业了之后 就去国外念了 因为他想去什么学校 他就去 然后就考 就可以了 他并不需要像我们 在中国一考 就这么的难 所以我就觉得特别不公平 当时 然后我就觉得 那行 慢个就是 如果不行就算了 不行就算了 算了 我也出去 出国念就完了 好 就试着第二年 第二年呢 一考过了 然后高考是比他原有的成绩 高了三分 所以 所以可以看着 我第二年 真的是没有 多么多么的努力 我只是想再试一次 上了大学之后 我就想 嗯 我好想去国外 然后去学这个作曲 然后我可以选 我更喜欢的专业 我可以接受 更好的老师 不是说 以前我老师不好啊 我可以接受 更好的教育 而且是那种 平等的教育 我想去学什么 我敲门 我进去 我去学 我喜不喜欢 我选不选择 我想深不深入 都是等我学完了之后 我再去想这件事 而不是我之前 为了上那个坎儿 就那么难 你知道吗 就是辗转到 现在我 现在在意大利 学习作曲 就是我当时高考 就是这么的一个过程 好 视频的最后呢 想和学艺术的小伙伴们说 物妄出新了 这个世界太现实了 所以我们还是需要 追求艺术的造梦者 慢慢祈求远悉 无将上下而求索 不要对这个世界妥协 不要对现实妥协 也不要对你自己妥协 然后努力努力再努力 然后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 流血的真相 出国必看